你在工作单位里也这样吗 我工作单位还行吧 因为也不用太多交流 你这上面写的是公司职员 你做什么工作的 做就那种普通的文员 一年多了 这就是要疯的感觉对吧 实在是要崩溃的 所以有时候情绪也控制不住 就会冲他那个大喊大叫 我想这样可是不是反向的 是不是他就能多说点话 效果也不是我看也还那样 好 问问 你喜欢他吗 喜欢 你能用三句话来描述 你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是一个挺高挺帅的 他脾气有时候还挺好的 一句 第二句 这不是三句 对啊 三句啊 刚才又不就是三句吗 不是仨词吗 挺高是一词吗 挺帅是一词吗 脾气挺好是一词吗 这连在一起是一句话呀 我男朋友挺高挺帅 脾气挺好 句号啊 我给他分为三句了 你跟你父母也这么聊天 平常有着工作忙也不太交流 为啥不交流 没什么可说的嘛 爸爸呢 我更没什么可说的 以前谈过恋爱吗 以前没怎么谈过 没怎么谈过 是谈过还是没谈过 谈过 那时候也这样吗 你别看他 你看他干嘛呀 那时候也这样吗 那个时候 不是吧 差不多吧 不是吧 肯定不是 那时候是不是谈得 特别开心 不太开心 特别洋溢 不是 不是这样的吧 肯定不是 你现在跟他谈恋爱 这个状态吧 以前反正话也不多 但是不会这么少 对吧 你现在的话 都不是少的问题 是敷衍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 你没觉得吗 我觉得也有 是有一点 我问你啊 如果你要是一个礼拜 不联系他的话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这个记得不太清楚 因为每次都是 我会去主动联系他 那你们一个礼拜 见几面呢 大概 一个礼拜 一到两面吧 差不多 一个礼拜一到两面 一年也就是百十面 对吧 不见面的时候 靠什么联系呢 微信呀 或者从抖音 我看什么视频 就分享给他 那相当于是你自己 在跟你自己幻想着 谈恋爱呀 小朋友 这感觉像不像 吃了吗 睡了吗 我需要给你点点什么吗 我很想你啊 那我先睡了吧 好 这不就是想象了 一个女朋友吗